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世民杀死了他的弟弟元吉并占了他的妻子 多年后他还帮助他的兄弟生了一个儿子 在贞观的第16年 李世民可以青睐杨 一方面杨的外表非常漂亮 他来自紫长宗 年轻弱管 欲看雪 眉毛如画 其中风格独特 几句短句的诗句也证明了杨的外表非凡 唐太宗第一任妻子去世后 李世民本来打算将杨设为皇后 但遭到魏征的激烈反对 秦木工的女儿陈宇作为负面教科书 陈浩首次嫁给了金怀公 清朝后期金文公去世后 陈子的儿子参与了君主制之战 导致了金的国内混乱 所以李世民放弃了 当唐世宗李世民捣毁李建成一方时 不遗余力的事后清算 他已经摧毁了李建成兄弟 李元吉李世民基本上杀死了他所有的亲戚 与此同时李世民还做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占有了他的弟弟的妻子杨 并将他纳入了自己的后宫 所以这个嫂子成为了他自己的女人 在贞观16年 李世民追逐他的弟弟元吉作为朝王 绰号次 他和他的儿子李明 由杨出生 通过了已经去世十多年的元吉的兄弟 在过去 弟弟的儿子被杀 后来 他的儿子被传给了他的兄弟 这个儿子与他兄弟的妻子一起出生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